這是藝人鬥志孔春節期間 在花蓮南兵海邊拍下的畫面 地方上滿滿垃圾 有施放過的煙火鞭炮 還有生日蛋糕 連戶外座椅也有吃剩下的食物 放完了煙火 然後有慶生過的蛋糕 最主要就是這兩個 而且很有趣的是 它還是包成一袋一袋 它不是就是放完亂丟這樣 它還有把它收集好放成一袋 你都已經收集好放成一袋 為什麼不帶回家 將影片PO上網 呼籲大家拿出功德心 不過大量遊客湧入 帶來的垃圾量實在驚人 尤其是華蓮市的部分 光是春節七天連續假期 就高達106公噸 讓清潔隊員疲於奔命 幾乎沒有時間能好好休息 我們隊員在收垃圾的一個空檔時間 蹲下來在路邊吃便當的一個狀況 這就是我們清潔隊員 這段時間的一個日常生活 環保局表示年假結束後 每天可轉運100公噸垃圾到宜蘭粒子的焚化炉焚燒 但不少垃圾沒有確實做好分類 導致後端還要再處理 而台東春節期間也累積大量垃圾 光是台東市就輕運出325公噸的垃圾 環保局預估過年期間台東線的垃圾量會比平日至少多出兩倍 不過還在可控管範圍內 於7天假期累計湧入超過100萬人次來台東旅遊為防範疫情 開工第一天除了處理垃圾問題也展開全線打消毒 環保局表示整體消毒面積突破700萬平方公尺 預計要在4天內完成 雲事新聞綜合報導